好了 看全球最大的柏林消费电子展 这个星期五开放大众入场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一系列新款的手机 笔电都主打折叠荧幕 另外智慧家电每一年都有 日本为了不让超商的数量 因为人手不足一直关店萎缩 日本的全家有300间门市引进了 可以专门补饮料上架的机器人 而且这个机器人知道哪款饮料卖得最好 西班牙的皇家马德里足球队 现在是用远端操控的机器人 来训练球员 一起看看这一则 关于最新一代机器人的报道 大脚一踢 自由球胜门得分 全场却聚焦这一排挡在球门前 有着八块腹肌的假模特儿 教练则在一旁拿着平板 远端操控这些假人合适跳 跳多高 操练西班牙皇家马德里的球员 在日本 机器人则是跑到 人手不够的24小时超商 帮忙在仓库里捕获上架 这台叫做TX Scarra的新型机器人 是由东京一间新创打造 搭载独家研发的AI系统 不只会补饮料到正确的位置 还知道什么商品现在最热销 一天可以补货一千瓶 对超商店员来说除了不用再收银和补货两头跑 也省去搬饮料的体力活 目前全日本一万六千间全家超商当中 已经有三百间门市引进 智慧机器人的能耐有多大 在这场全球最大疫情后首次回归的德国柏林 IFA消费电子展一览无遗 一只手臂俐落地拿下船子搅拌食物 还不小心让真正的厨师分了心 这是由南韩电子大厂三星推出的厨师机器人 下周闭幕前 三星预计还会就自家的智慧家具平台 Smart Things在IFA上进行更多发表 至于LG 不只带来智慧机器人 还展示了滚兜电视 揭开这次大会序幕的设备供应商西门子 则全新曝光一台搭载亚马逊语音助理的冰箱 还有全新的智慧咖啡机 能够在自行辨识咖啡豆的品种后制作咖啡 而今年大会的新品重点 不只要更智慧 最好还非常节能 以化解欧洲当前的能源危机 因此从洗衣机到滚筒式烘干机 都标榜者能节省35%到65%的耗能 甚至连洗衣经都省 日本大厂Panasonic 不只亮相一系列智慧家电 也不忘宣传在电动车领域的发展时机 不让三星独占摇头 台湾大厂华硕 也将在大会上正式发表 全新的折叠式一幕笔电 在半导体短缺通膨和防疫卸置的影响下 今年参展场上的数量 预计只有往年的八成 不过各家人使出浑身解数 推陈出新 TV别新闻综合报道